大大學黃宮幸適邀請校友檢查 請回校與學弟們分享產業的經驗 幫助學生認識廢棄物處理 再生利用機構的產業現況 探索未來的質疑 我今天帶來的一個簡報內容呢 就是要讓學弟們了解一下說 我們從學界離開之後 進到產業界或者是在其他單位 在環保領域上 在面對廢棄物處理機構 或者是在利用機構的經營狀況 把我當然離開學校之後的這十年 在職場上的一些經歷 帶來跟學弟們一起做一個分享 檢同學呢 他除了在學校裡有一些基本理論基礎外 因為他工作了將近十年的時間 所以說對含銅物泥 或者說相關延伸的廢棄物處理的證照 法規還有一些污染防治要求 都學有專精 因此今天特地請這個簡長青同學 來辦上跟同學分享 在廢棄物資源回收方面 還有藏物管理方面 各方面的知識 讓這個上課同學將來在畢業後 能夠有所依循 工學院院長李清華指出 減長青大學碩士班都就讀環工系 2007年以同污泥資源回收資研究 取得碩士學位 畢業後第一份工作 也是他現在服務的機構 也就是同污泥處理及再生的工廠 那麼今天聽完學長的演講之後呢 我覺得可以學到關於在台灣方面 就業的知識 還有關於證照怎麼如何獲取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香港人 那麼我對台灣在廢棄物處理的 知識還沒有太深 所以我覺得今天對我的收穫是很大的 然後今天聽完學長的演講之後 也讓我對可能對產業界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然後那麼陌生 就對未來有更多的信心可以去了解 可能要怎麼考證照啊 然後對之後的工作有什麼幫助 學長也鼓勵學弟妹可以把握大學期間 準備甲級廢水處理 甲級廢棄物處理等證照 擁有相關的證照可以有助於未來求職 接軌產業